《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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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的晚上 耶稣被捉拿交给秦府 但秦府也查问不到耶稣有什么罪 但群众就极力叫喊 要把耶稣钉十字架 秦府怕群众生乱 就把耶稣鞭打了 交给人去钉十字架 那些兵丁气弄耶稣 给他一件紫色的袍穿 又用荆棘 编了皇冠给他戴在头上 打他的头 吐口水在他的面上 还跪拜他 叫他做犹太人的王 气弄完了 就带他出去钉十字架 耶稣抬着他的十字架 去各各他 各各他的意思 就是捉楼地 耶稣因为被鞭打 而满身伤痕 他背着这么重的十字架 走得很辛苦 在半老的兵丁 就勉强一个路过的人 去抬耶稣的十字架 去到各各他 那些兵就把耶稣钉上去 当时遍地都黑了 其中有一个兵 拿了些醋给耶稣喝 耶稣尝了那个醋之后 就说 成了 低下头 就把灵魂交给上帝了 忽然 圣殿里面的万子 由上到下列为两半 这个就象征 上帝和人之间的隔膜 已经被打破 因着耶稣的死 上帝和人之间的关系 复和了 主 耶稣 你的宝石灑满地上 主 耶稣 你的宝石灑满地上 你是和平君王 甘愿背负宗丹 宗人高呼 阿撒纳 高举 你是君王 他们将你定时假 完全忘记你的爱 为我们的罪业压伤 因他受的认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变伤 我们得医治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五字 耶稣 你的宝血救赎我们 求你 进入我心天 使我更想你 每当回想 你救了我 我的眼泪不住流下 因你的变伤 我的意志 因你心发 我的平安 山路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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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m